要为挨车投保呢 当然就是担心有万一 对于驾驶人来讲 最担心的万一就是车祸了 很多人这个用行车记录器 或者花大钱买车险 不过这一位专业的见识人员 他流泪断秧 良心的文章在网络上要给车主 提出他的建议 就是在车上呢 一般的驾驶人应该要随时准备 粉笔 皮尺 还有可以及时拍照的相机 或是智慧型手机 十字路口车辆庸色 很容易就会被A到 一旦发生车祸该怎么办 发生车祸很多人都会用 行车记录器来厘清肇事责任 但这样的证据力够吗 所以地检署检察官就建议大家 在车上一定要准备有 粉笔 皮尺 以及拍立德 比起花大钱买车险 这些车子里常被漏掉的必备工具 可不少遇到车祸 移车前一定要有定位工具 像粉笔或抨击就派上用场 还有 一旦发生车祸切记 车子的前后角落都要拍照 撞击点一定要拍照 而且还要放比例尺 同样要拍照的还有刹车痕 底盘拍照可判定有无异物 挡泥板也要拍 可判定撞击方向 主要是那个证据 如果你站得住脚 那到底是谁收集的 其实并不重要 下次记得发生车祸 切记要求检察官对双方酒侧 确认有无喝酒 双方如果身体有受伤 也要要求检察官拍照 最后告知手边有照片 但不能给检察官抵辟 就怕遇到不信心的剪作或警察 没做好搜证 自己花一点小钱 为爱车添购 小工具 万一发生车祸才能 保障权益 最终黄建林家里台北 采访报道